好 谢谢陀老师 我处自己没什么错 别给别人添麻烦 您那些话如果 那是您没有过世的原配夫人 您说这些话 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是他养育的儿子 他养育的婚姻 您说那些话叫 直手画交 别说没再婚呢 就是你们领了结婚证了 你有了那个 法律上保护你的名分 您说那话 好像都不太合适 您没有养育 您没有付出 咱虽然到了一定的岁数 咱谈恋爱 咱是自由的 但是希望您记住 生活里有些规范 咱还是遵守一下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亲爱的 其实我对你 比较是很高的 你是个善良 好女人 你心地善良 没有心机 在我心里 我永远是爱你的 真的 希望为了我们 能够改变一下生活的环境 我也会为你改变一切的 可以吗 你那个私聊 我一心里 你不改的话 我不能够接受你 还有带着我的亲人 朋友 你必须改 你不改的话 我那也接受 虽然我们有一点 小打小闹 就是并不影响我们的爱情 我想我们一定会走下去的 看你的表现 来 我们打开爱的记忆箱 看看他们封存了一些什么内容 请开枪 大姐先说说陆先生放的是什么呀 要是乔和的心 就特别喜欢写信啊 你念还是我念 你念我普通话说得不好 亲爱的你好 我真的很爱你 真的 相信我吧 亲回来吧 我这一辈子都会等你 回来吧 来来来 您那是什么呀 谢谢您 去年嘛 我们两个人一起到五一山旅游嘛 我当时在那个旅游区 看着就是这个乡 乡里面又不贵又漂亮 我当时就想买下来 但是他当时说 我又要弄买东西了 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拿来的 我就想还是放个头吧 我要自己真心实意地 送给我的礼物 明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请关 当女人对男人 喋喋不休地去强调一些错误的时候 男人最不应该做的就是 不加思索地认错和道歉 因为那在女人看来都是轻视 女人在乎的所有问题 其实最后指向的 都是希望被尊重 所以真诚的态度 是男人认错的重要基础 爱情保卫战盒 我都开通了抖音的账号 大家赶紧去下载抖音短视频APP 来关注我们 还有更多的爱情告白的精彩视频 等你来看 咱们来看看 这对老年情侣自己的选择 请看 所以在她心里有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人陪伴 在她的身边 即使这样即使那样 对她来说都是好的 所以某些同志就抓住了 别人这个弱点嘛 还聊不 改的 来 有请小花童 有请 这 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 西凉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我爱你 谁能把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最后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